其實你覺得資本市場如何評估開戰的機會 你覺得開戰的機會其實大不大 首先我想這次就不會說真的有一些市場可以這麼先知 預知一定會 即是未來會打了 接著要先跌 我猜這次都還有些驚嚇 大家有些心去準備就是 就是不要想見那個股子可能跌下去或者剷下去 就代表我接下來要打了 其實他這次譬如說俄司 外長就走出來說要重新談判 然後普京又說OK 這些很明顯 講白一點都是扯貓尾的 他們就在這個位置就想好像假裝埋回談判桌 所以就爭取一些時間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見烏克蘭會走出來說 即是無緣無故他們那邊就會說 要48小時內要迫俄羅斯和他談判 那這件事沒什麼可能發生的 那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實 俄羅斯就現在假裝想談判 但是烏克蘭就不停地拉著歐洲的盟友 以前美國下水 因為其實早兩天才說想想 即是烏克蘭總統想請拜登訪問幾乎 其實就一直都是想用很多東西來拉進去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未必會馬上 因為現在剛剛有個說法就是 即是說未來過多明天就打 那那些任何跟你說 遇見幾時 即是明天下個禮拜 那些都是先聽著的 都不是很可信的 反而就是會一直在玩外交談判 可以玩多三幾日至一個禮拜 然後會突然間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管面策略上面就不要太過放鬆懈 就是不要太過覺得好像沒事了 但上去尤其是譬如可能 講納子這幾天其實我覺得反彈上去 可能14700附近都有幾個 即是現在這些位可能多400至500點都是有機會的 但這個反彈就未必代表過危機鬆綁或者各樣的 反而就很有可能會出現 即是彈到上去差不多就出現一些特殖